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艘军舰 六百名士兵 从巴达维亚出发 向台湾航行 他并且有个考虑 就是计划呢 先到达台湾 就如果台湾方面 没有什么动静 没有这种成功 来攻打台湾的消息 那么 就率领军队 去进攻 这个葡萄牙人 占领的澳门 因为这荷兰人 一直的想夺去 葡萄牙人的澳门 所以这回他想 少带着办这个事 那么他这个 这个出走的情形 就到两个月之后 这个燕范特朗 就率领着舰队 就到达了台湾 到这以后呢 待了很长的时间呢 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于是他就想着 率领军队 去打这个澳门 这是在为司令的想法 但是荷兰人 这个台湾长官 这个魏业 坚决反对 就请求他 要留在台湾 不要请你离开台湾 在台湾呢 继续观察形势 如果确实的 台湾没什么危险 那再离开台湾 也不迟 是当时双方 就发生了中认 由于这个中认不下 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么最后呢 这个台湾平议会 在了荷兰人这个组织呢 他除了有个长官之外 还有个平议会 这个平议会 就做了一个决定 说是这样吧 曾贤派人 到这个福建的厦门 到去探听一下消息 看看中成功的态度如何 中成功又没有攻打台湾的意思 然后再做决定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在9月28日 杨立呢 杨立呢 11月31日 就派人 带着书信 到达了厦门 到了厦门以后呢 中成功 就嫁一结件 是一例来招待了师者 并且呢 在10月19日 就是杨立 11月21日 写信给台湾长官归一 他这个信里明确地标达 我中成功 没有攻打台湾的意思 当然中成功是不会泄露天机的 不会告诉他要打台湾的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荷兰的使者就带着这封信 回到了台湾 回到台湾以后呢 那么巴达欧阳方面的来的 来援助的那个司令 就是厌范特朗 就越发相信 台湾没有事 中成功不是明确表态了吗 没有来台来打台湾的意思 于是就竭力地主张 去攻打澳门去 但是台湾的这个规移 以及台湾这个平衡议会呢 仍然反对 反对他离开 他就以为中成功之言不可信 那么中成功的话是有诈 而且这个中成功的监队 碎时都可能来攻打 所以就要求啊 要求这个 这位司令官 说带来的这个部队 和船只 全部留在台湾 不能够从台湾带走 那么直到最后呢 这个艳范特朗 这位司令官 在台湾待了五多月了 实在是不耐烦了 而没听到中成功 攻打台湾的消息 所以他人无可人 于是就决定走 说他就在这个 孙治十八年 这个中月 就是公元1661年的二月份 他率领两属军舰 军舰没全带走 带两属军舰 并且带走了所有的军官 这个军队 六百名军队他没带 可是他把这个指挥军队的军官 给带走了 虽然军队没有军官 指挥 当然就是个大问题了 他把这个带走了 然后非常愤怒的 就离开了台湾 离开台湾以后呢 他也没有 从葡萄牙人去打仗 也没有去攻打澳门 就直接的 回到巴达沃亚去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样一来呢 那么这个 这个留在台湾 防守的这个力量 主要的是有这么几手军舰 就主要的 主要的又是两手军舰 那是大的军舰 这个军舰当然都有 都有称号了 有这个 河克托号 河斯 格拉夫兰号 这是两手大的这个军舰 另外呢 还有一个消贩船 叫败路号 还有一个小快艇 叫玛利亚号 那么这个军舰呢 那就是没有军官率领的 六百名士兵 这都是那部司令官 留下来的 那么这个燕泛 他狼的这个舰队 既然撤走之后 台湾的这个防备力量 那就攻击减弱了 说这样的 我们可以说呢 就根据当时一些记载来看呢 说曾崇公在 攻打台湾之前呢 已经六四派人来诊探 台湾方面的防御情形 说这个曾崇公是了解这个情形的 知道台湾的远兵啊 那个远兵司令已经撤走了 台湾的防御力量不是很强 所以 曾崇公认为 台湾是可以攻打的 攻去台湾不难 所以说总的来说 就是因为这么两方面 这个上面两大方面的原因呢 当然曾崇公 就是一个应该说是 以高占援助的这个战略眼光 就下定决心 攻打台湾 作为一个新的基地 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强调一下 就是在那个时代 就在那个什么呢 十分这个 情势打海的时代 能够做出这么一个决策 西洋台湾这个黄岛进军 要攻打台湾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曾崇公能够做出 攻去台湾的决策 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如果是缺手一种啊 这个冒险的 这种超人的这个魄力 和这个海上的一个博大的眼光啊 恐怕是很难 做出这样一种抉择的 当时大家对台湾的认识 这个今天是大不相同 那不能比 那么在当时一般人的眼中 所以一提起台湾来 就说那是一个 海上一个绝缘的一个绝岛 那是个绝地 你到那儿是有去无回 是古旋的大海之外 根本就没有开发 一片森林 水土不复 水到了台湾呢 那是由来是无回的 这是十分可谓之地 是很可怕的地方 那么另外的人也认为 就如果到了台湾 你即使在台湾能够生存下去 那不是漂泊海外吗 一个一个海岛 就作为老巢 这是不可能成了 成什么气候的 怎么能谈得上 和清朝对抗呢 反正当时啊 有种种的议论 和这个偏见 当然我们说 有这些议论的人呢 在当时很不了解台湾的情形 但是呢 出入不了解情形之外 更可怕的是 就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在作怪 在中国呢 这种传统的观念是长期存在 什么观念呢 就是认为是大海无用 大海有什么可用呢 大海不仅无用 而且大海是祸 是产生祸害的一个根源 为什么 因为大海上有海盗 大海上有走私的人 所以他认为台湾这个地方 驱逐无疑 夺去了没什么益处 欺着游离 丢掉 丢掉倒是游离 当时才是普遍的观念 这个我们看 从这个明清以来 这个封建皇帝 还是这种观念 你想明太祖周元璋就是这样 他那么大海就是个祸害 就是个海盗聚集的地方 所以他下令 实行近海重策 不许沿黑的渔民 下海大鱼 不许中国人出海贸易 所以实行这个闭关缩国政策 这个政策是影响极大 是以后秦朝也继承了这一个政策 所以中宠公是不同的 因为中宠公是与众不同 他从那些封建帝王是不同的 他为什么不同呢 这当然跟他的家庭很有关系 因为他就父亲仲之龙 从今经营过台湾 他是知道的 他认为的这个台湾 是正家的地方 虽然他没有到过台湾 但是他觉得 对这个台湾并不陌生 提起台湾的很亲切 那么这是其一 那么其二呢 这个中宠公从海上弃兵以来 他又经营海上贸易 就是他的这个战船 不仅经常不断地经过台湾海峡 而且中宠公的这个商船 商船的船队 也多次地不断地 来往于台湾 而日本是南洋之间 所以这个中宠公啊 应该说他熟悉海上的情形 他具有这个海上的 广阔的视野 就是说他具有海上眼光 所以呢 他就能够发现呢 台湾的这个军事价值 和经济价值 所以能够克服各种的阻力 这个不顾周围的反对 所以依然决然地决定 攻打台湾 作为 康青的一个根据地 因为当时中宠公来召集 逐将开会的时候 中宠公提出打台湾的问题 逐将们都默默无言 其中有几位就站起来反对 说台湾打不了 荷兰人的炮台十分厉害 这个船间炮力啊 尤打台湾就必须从荷兰人的 这个炮台底下经过 那是无法通过的 还有的人说 台湾这个地方 是个燕章地区 所以说是个 是这个瘟疫病案 这个流行的一个地方 到这里来不复水土 恐怕很难生存下去 中宠公对这将领们 加以说服 最后是依然决然地决定 攻打台湾 就这样了 说这个中宠公呢 就是攻打台湾的 这个他这个意志一决定 那就下边结束 就用心地筹划 那整台的准备工作了 你得做准备呀 就一旦做好准备 时机成熟了 然后立即 把这个整台的这个计划 复读实施 那么孙治十八年 就是公元一六六一年了 这个孙治十八年 这个二月 这说的都是英里 中宠公就率领这个水军 就驻扎在金门岛 就准备从金门岛出发的 那么在金门岛这个地方 来董后 修理船只 因为前面经过打仗的 经过这个清朝来 来攻打 这个金门岛下面岛 很多船只都需要修理 在董后修理船只 就准备呢 传着修理航日之后 就立即攻去台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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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